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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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河回村最先见到的 就是这些戴着面具跳舞的人了 这是河回村文明世界的文化遗产 假面舞 您好 您看我一到河回村啊 就买那个假面 是吧 这是我们河回村的一个标志 那这种假面舞啊 在我们河回村这个地方流传已经有多少年了 演员们诙谐的表演引起观众席上叫好声 此起彼此 不但韩国游客大多看得津津有味 加上屏幕上的多余字幕 外国游客也都投入其中 假面舞的内容 一方面揭示下层平民们生活的艰辛 另一方面又讽刺着处于统治地位贵族阶层的自恃清高 道貌安然 当时候的社会还是允许底层的民间社会 对上层的官僚社会进行一个这样的讽刺 上层的官僚社会也是允许和容忍这个批判 这个对他的讽刺的是吗 这个城市的过程当时 韩国人的信价没有信价 这城市的信价 这城市的信价 人生的世界上来 年轻人的信价 两班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贵族阶级 上朝时 君王坐北向南 文官排列在东边 武官排列在西边 也就是所谓的文武两班 后来慢慢发展 两班从专职上朝会的官员 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 和回村的柳氏家族 正是朝鲜时代的两班贵族 沿着寂静的土路 穿过一家家老房子 贵族住的瓦房 庶民和用人住的草房 囚禁有力的汉字体家训 史训 整个朝鲜时代的民族风貌 以及儒家思想留下的烙印随处可见 这座和回村最有代表性的宗宅中校堂 是为纪念李朝时期著名的儒学家 抗窝名将柳成龙修建的 我们此行拜访的 正是儒学家柳成龙的十五代咒孙柳昌 与很多传统村落相比 令人惊讶的是 和回村迄今仍有一百多户柳家后代生活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柳成龙先生 包括像李退熙先生 都是对韩国的文化 进行过结束贡献的人 而且也是对韩国的民族精神 进行过塑造的人 在你们柳世的后人看起来 你们这样一位先祖 你们为他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我们所谓先生께서는 1592年 임진왜란当时 영의정을 하시면서 日本한테 나라가 뺏기지 않고 지킨 구국정신을 가장 자랑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그래서 임蘭当时의 기록을 증비록이라고 기록을 남기셔서 그게 우리나라 국보로 지정이 되어 있죠 신유天下 兼计入世 敬忠守孝 这些都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而柳成龙 也一直成长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 这张一千韩元 虽然只值不到六元人民币 在韩国甚至坐不了地铁 但是纸币上画着的 却是韩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韩国儒学泰斗 李退熙 柳成龙当年就曾跟随他学习 在柳成龙身上 在他的行为中间 体现的精神 和他接受的 这个李晃 李退熙先生的这种学说 以及和中国的这个宋明理学 我们这边的性理学 这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晃成龙先生께서 충효에 대해서 有关系的关系 然后柳成龙先生께서退职 往前和日下有关注,在五位的地平下 包括中国在内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 很多士族都设有中校堂 所谓中校传家 初而为国家尽忠 退而为父母家族尽孝 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 跟随柳成龙的咒孙柳昌海先生 我们来到了整个河回村 柳氏家族最为神圣的所在 柳氏祠堂 这就是一个家族最神圣的地方 而且家族的传承靠什么东西为核心 家族的传承精神支柱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建筑里头 孔子种礼 在他的心中 礼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的安稳和有序 孔子的礼教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 便是冠婚丧祭了 而在韩国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很多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逐渐西方化 但代表东方儒教文化的祭祀活动 仍盛行不止 何回村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地 他的祭祀传统也更为讲究 在韩国文化的传承程中 在安东 像李退熙 柳成龙 都是享受不千位祭祀 就是说 原先的祭祀 只是祭拜的高祖父 过了第四代的长辈 就不再败祭了 只有国家特许的 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人 才能永久祭祀 这是家族的光荣 也是权威的象征 从首尔到庆州 再到大秋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 是南半岛的最西南端 王鲁湘一路行走韩国 看相似 寻差异 在韩国寺庙里头 尝任何东西 都只能用这个无名诀 从佛教到儒学 一些重要场合 还是都能看到汉子的身在 思同园 见独特 放寒衣 赏词器 从传统到当下 王鲁湘便访韩国最顶尖学者 一双慧眼 深度解读 相见韩国 和回村所在的安东 是儒教文化的摇篮 朝鲜时代 这里拥有着当时全国最多的书院和乡校 现在安东境内还保存有26所书院 柳成龙所建的平山书院便是其中之一 顺着流经和回村的落东江 大概十几分钟的车程 我们来到了平山书院 福里门 这一看就是一个儒学的重地 悠悠万事为此为大 克己福里 十几而上 平山书院地形书廊开阔 日暮时分 放眼望去 颇得度工部 翠平 以晚队 白骨 会生油的示意 我们这个平山书院 大概是建于什么年代 平山书院 여기서建立于1975年代 建立于平山书院 平山书院的建立于 凤岳社团 凤岳社团 那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那些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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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饭台道下降过至乡 起床的背景,前面的背景, 是人生在心情中的腱膜上, 在这里有两年大人的腱膜上的腱膜上, 他在我身体的腱膜上, 中生病病毒的腱膜上, 我有一些肾膜上的腱膜上的腱膜上的表现。 所以我看到, 原来看到, 映像是并了一样的肾膜上, 这地方是刘成龙先生 然后把原先的书院 给迁到这个环境来的 社团人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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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韩国的书院制度 是自唐代开始的 宋代理学兴起后 讲学之风渐进 书院盛行 有人将中国书院的 使命归为三处 为道统之更续 为学统之发扬 为教化之敬润 那么韩国的书院 又承担着 怎样的使命呢 韩国的书院 韩国的书院 中国的书院和 有差点有点有关于 韩国的书院 书院的书院 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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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全部 这些书院 全部 那些书院 都出现了 那些书院 有关于 江源 和书院 在书院 和书院 和书院 全部 那些书院 都出现了 中国的书院 和书院 也就是说韩国的书院更加像中国书院早期的样子 中国书院的早期也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学问的地方 不是服务于科举考试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是有点变化 就是开始也要服从于科举考试了 而且有些书院的学生也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但是刚开始书院也是提倡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批判精神的 主要就是做学问 离开平山书院 我们前往安东的另外一座著名书院 就是这印在旧版一千寒币背面的陶山书院了 陶山书院是儒学泰斗李退熙的弟子和儒氏 为了缅怀他的学问和品德而修建 晚年李退熙回到故乡安东 智力奖学培养了包括柳成农在内的数以百计的优秀儒家学者 被公认为朝鲜王朝最权威的老师 土産社官和農政策 作为李朝儒家第一圣帝 陶山书院中的建筑取名 大多都有典故可寻 至于陶山书堂 银河取名陶山 在退西先生的陶山杂涌中 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大顺钦逃乐切安 渊明公家一欢言 圣贤兴士吴和德 百数据礼士毫 百数据礼士毫 亲自愁逃乐缩 公道賢 孙人都很高的,孙人都很高的。 快乐地从事这件事情,非常心安理得地从事这个事情,在中间寻求到一种快乐。 除了陶山书堂,李退熙还亲自参与修建了书院中的学生宿舍龙云经社。 取自中国医药家文学家陶孔景的诗句,山中何所有,龙上多白云。 除了睡觉的房间外,龙云经社还有另外两个部分,实习斋出自论语,意在勉励求学者学而实习之,珍惜时间,反处思考实践。 而另一处则专门用来远眺关水,取名关南轩。 观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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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边的水。 观南轩 观南轩 发展中协议 观灰 雷 从水发展中卧中石 而视同学们的地人 tsg 中国古代说圣贤遇大水避观焰 只要看到有大河大江一定要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中间可以领悟很多宇宙的人生的这种哲理 我们看来很大的话 但是公家认识不 自在穿山岳 逝者如斯夫 位于青山绿水间的韩国书院 虽然远离尘宵的都市 却在今日的韩国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他们承袭自旧日遗存 生机盎然于当代 目前韩国有上百个书院或其他形式的儒学学校 在业余时间向青少年讲授儒学典籍和传统礼仪 也有像陈军馆大学这样开设儒学必修课 以儒家思想为办学理念 以仁义理智为孝训的全亚洲顶尖综合大学 文物制度を整備하고 又有教会の基礎を 充実させず 日本は有教会、有教会が 成功されました 韓国を代表하는 有学者は 脱戒二皇、 若国二二 という人が 有名です 四段七장論 中文字幕志愿者 불교 역시 고려를 거치면서 지금까지 면면하게 그 원형과 정신 이런 것들이 보존되고 남아서 전승되어 오고 있습니다 한국社会 농厚的儒家氛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度 除了一千元纸币上印的是韩国大儒李退西外 五千元纸币上印的则是另一位韩国大儒李利古 可见儒学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对老人的尊敬 对教育的渴求 对祭祀仪式的重视 这些根深蒂固的儒家教导和行为规范 早已类化为韩国人日用而不知的习惯了 对祭祀仪式的重视